堪称是花莲大米昌的副理箱 务农人口结构中 其实有更多包括知名音乐家 黄山亮 客家文学诗人 叶日松等文人艺术创作家 而为了发展地方文创艺术生活 乡长江东城特别向上 争取了花东基金补助3000多万元 计划把老人馆建筑空间 重新改造成在地多功能艺文活动中心 推广并发扬副理箱独特的人文艺术产业 不论是仓劲的字画还是倦勇缠意 副理箱公所荣誉呈现 于国强太极书法展 为其三周的艺术盛事 从即日起展至10月22号指 乡亲民众不容错过 不过事实上这是副理箱首场的 艺文艺术展览 因为在没有一个像样的舞台空间环境下 即便副理箱有包括知名音乐创作人 荒山亮客家文学诗人叶日松 或者圆明歌手莫言等多位人文艺术创作家 也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地方感叹万喜 本来是地方除了农产品以外 就是要灌出一些艺文方面 让大家都学会除了工作以外 一个修学和艺文方面多样化 这个副理箱才会进步 副理箱堪称是花莲大米仓 农产与观光产业蓬勃发展 在地方文创生活 艺术美学活动 技艺教育推广相对不明显 为了发展地方文创艺术生活 乡长江东城也特别向上级争取 获得县政府支持 将以花东基金计划补助3000多万元 将老人馆建筑空间重新改造 成为在地第一栋多功能艺文活动中心 那个多功能艺文中心 以后我们规划一楼的部分的话 就是做相关的一个聚会 还有展示 相关艺文的展示 或者是习座 习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初步把这个会场 做一个初步的一个修建 其实我们将明年的话 我们目前这个计划在规划设计当中 乡长经营部指出 开办于国强太极书画展 旧式发展地方艺文艺术产业的敲门砖 乡公所透过花东基金的计划补助 将老人馆三层楼建筑空间 依序整建改造成艺朗展场 图书馆以及娱乐展演场 提供乡亲民众学习生活艺术 陶冶心灵之所的同时 也同步发展富里乡的人文艺术产业 若没有问题 乡长江东辰表示 最快明年2024年6月 就可大开富里乡艺术产业之门 接着是玉兰副理箱采访报道